來撿一些九層塔 長得這麼漂亮 要開花 大概這個場 這個場 從下來種 茶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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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一秀 这样就变成很多颗 现在扯索的 回去过几天就好 顶牙要切掉 顶牙不要 太大的叶子也不要 留大概十公分 叉枝也不要 才不会营养分都被他们吸着 这个最上面这个还要再修一下 顶牙不能留 侧牙也不能留 大概留两页到四页就好了 顶牙这个心一定要剪掉 否则他以后营养分会被他吸走 就还没长根之前都不能留 只留几页让他光合作用就好 就像这样 每一个都 都要剪干净 只留几月 然后十公分 这样让他光合作用 他才会长根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 基本上这样的话都会成功 这样就可以拿来 拿来擦水里 擦在水族箱里面就会长根 嗯 或是直接擦在坨里面也可以 剪下来就拿来煎蛋炒菜 或是煮蛤蜊汤的时候可以加 洗一洗晾干 很漂亮 現在早快来擦 擦在水族箱里面 只要泡到水 然后叶子 然后叶子 就会 成功到作用 留一切在水面上 这样过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就会长根 里面有鱼 顶尾鱼 留下下 那他在水里面 然後有可以行光的作用 但是太陽不能大 太陽大就死給你看 然後不能發黑 一發黑就亂了 所以要新鮮的 一個禮拜之後就可以收成 九層塔 分下來的葉子 然後把它用網給放進去 放到電風扇面前吹乾 最後再裝袋放到冰箱 這樣就不會爛掉 再裝袋放到冰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